Hello大家好,我是雪糕仔,今次回到三角志幻想大陸 今次要講的是這個新活動,煙花祭典 煙花祭典其實裡面有很多獎勵 有幾個去裡面的建築,有幾個部分的活動 逐一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看看觀星樓 觀星樓這個觀星每天三次 它是可以獲得出遊券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可以這樣轉動的 我們要找回這個圖案 這個星的圖案 然後轉動和它一樣的 我們先看看 這個不是這個不是這個 這個次了這個次了 我們要轉動和它一樣的 有些獎勵 有這些所謂的出遊券 觀星還可以看到城主大人當日的運勢 為整個活動的玩法提供額外的加成 例如直接增加1500點的繁榮度都有 好,我們講完觀星樓 然後我們去下面這個任務 任務就是 完成這個每日任務 和本期煙花祭典的任務 可以獲得這些繁榮度 每開啟一定數量的煙花禮盒 都可以獲得額外的普通煙花和高級煙花 接著到祭典保衛戰 祭典保衛戰的玩法和這個虎虎的挑戰很相似 挑戰虎虎可以獲得高級花藍 祭典保障和大量的幻星 聽到大量的幻星 大家很開心 入到是這樣 選自己的角色 那我選高順 公孫讚 左詞是坦 趙雲 左詞 玩坦都可以的 這邊我比較喜歡呂布 呂布和呂靈異一起用 有Combo 姜維 周宇 丁鳳 我不是太喜歡火燒隊 好 那我們入到去 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跟地攻很相似呢 類似這樣 我們去打一些 之前那個虎虎挑戰一樣 是拿資源 一個打層數 就這樣打上去 這裡我簡介 暫時離開 那大家可以 有空的時候打 不有空就暫時離開 好 去到中間位置 我們看摘星樓先 摘星樓 摘星樓就是大家提高的繁榮值 看到嗎 我們現在是38層 提高繁榮值的話 它會不斷地去解鎖 可以獲得獎勵 和結似摘星樓 每達到一定的層數 可以獲得豪華的獎勵 豪華的獎勵 在這裡 在這裡 例如我到達40層 我可以選獎勵 我選Pick Up券 我抽卡為主 我抽卡為主 遠征之母券 抽卡為主 我一路升 排名值 就可以一路升 摘星樓的層數 到130層 還可以獲得 董伯造型 虎虎身威 看看有沒有 130層 董伯造型 虎虎身威 接著去到300層 接著還可以獲得一個青銅 一步登天 可以增加對玩家的增減傷 這裡看不到 但是它是獲得有效果的 這裡看到了 對玩家傷害加5% 受玩家傷害害減免5% 然後爆擊傷害5% 接著講中間這個位置的祭典台 祭典台是統計整個賽區的總繁榮度 即是所謂的排行榜 對城主大人進行的排名展示 為繁榮度高的城主點贊可以獲得這個金幣 接著我們去這個屎集 屎集可以購買煙花禮盒 接著一個普通花腩 普通花腩打開的時候 有機會獲得高級煙花和普通煙花的獎勵 隨著繁榮度的提升 最多可以解鎖9級的商店 城主大人可以使用普通花腩或者高級花腩 來兌換豪華的資源 看見了兌換點這裡 可以兌換一些資源 接著到右邊 我們出遊先看看 出遊 就是使用出遊券 剛才有說出遊券 出遊券 就可以獲獎禮 每次隨機前進 1000 2000 或者4000點 每次達到一定的步數 可以獲得祭典裝飾花腩 即是用於祭典場景升級 同一個高級花腩 高級煙花的資源 中吉 所以這個活動是很多資源 好 最後 煙花紀行 煙花紀行分為日常紀行和豪華紀行 類似PASS 購買後 可以根據紀行的等級解鎖 戰靈族 煙花禮盒 幻星等大量的獎勵 完成紀行任務 可以獲得探索度 提高紀行等級 那我是買了高級的PASS 所以這個活動有很多獎勵 適合一些 可能你已經沒玩了 打算玩回的人 或者新玩家 都好 其實都非常適合大家 這個活動超級多獎勵 如果你們有在玩的話 真的不要錯 即是不要錯過任務 記得去做任務 嘩 按獎勵都停不住了 以上這裡就是煙花紀行的 簡介和示範 總之資源就是超級多 超級多資源 還有不一定是貨的 那如果你本身有貨開這遊戲的話 這個活動更加要貨 因為這個活動貨的金額很低 很少 但性價比超級高 還有海量資源 所以建議大家玩 看到右上角我這裡儲了些煙花 那我放些煙花 就已經加繁榮度 不停放 不停放 你看這些資源 看到這些資源 再不停放煙花 不停 按不停 然後不停升那個範圍度 然後你還可以不停升高摘星流 你看這些資源 不停上 資源 資源停不了 然後每達到10層又多些獎勵 然後這裡又有煙花圍喚 好像無限loop 無限資源一樣 又爆資源爆發明度 一直不停升 所以整個活動是非常豐富的資源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玩的話 記得玩這個活動 如果玩的話更加要玩 以上就是煙花祭典的活動介紹和示範 好了 完